好的,如果我们详细去讨论一个特区政府的一个楼市政策的一个情况的话 我们stitution有一道从去年11月公布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印花税的一个征收之外吧 之后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很多的政策出台 这一次的预算人员当中主要是以土地供应来应付这个未来一个市场的需求 所以短时间之内基本上来讲都不可以满足到特别是今年那个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的一个情况的 但是在未来我是把那个土地供应再加上那个建房的一个供应提升到3万到4万家的话了 这个某程度上有可能是会影响到部分投资客的一个情绪 所以短线虽然是没有影响 但是从那个中长线而言吧 我觉得对整个的租物市场啊包括一个房地产那个价格市场 还是有一个较大的一个一个一个所谓压力的一个情况的 但是我觉得在短时间而言吧 不排除还是有一些短线操作的一个空间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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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